台海局勢國際關注北京當局做法 同時影響美中商業發展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三十號出席 紐約時報主辦的峰會時 再次提及台海緊張將影響美國企業 葉倫呼籲美國企業應該開始思考 地緣政治風險帶來的影響 減少對中國過度依賴 將供應鏈分散到印度等市場導向國家 不只財政部長意識到台海風險 美國議員也嗅到兩岸緊張氛圍 開始動作 根據彭博社報道 面對局勢升溫 美國議員準備支持 經過修改後的台灣政策法 在二零二三財政年度 國防授權法案 編列新台幣約三千零六十億元預算 協助台灣防衛 內容還包括加快對台軍售 和允許利用類似住屋抗俄程序 從美國庫存中緊急播放 約三百億台幣的軍事裝備支援台灣 目前美國參眾兩院 還在閉門討論法案折中版本 最終法案二號提出 不管協商結果如何 美國國會中越來越多議員 表態有台抗中 已是不容置疑 近新聞最後報道 因為國防授權用控制設計と 是可以的 警察會提供 原本的失調 適當事發生 其實就不容置了